日前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举办 密游 意境 赵锦雅玻璃艺术展 这也是这座由台湾琉璃艺术家创办的博物馆 首次为大陆艺术家搭台 此次艺术展汇集了赵锦雅 2018年至2023年的 三十组玻璃雕塑作品 包括《日落黄昏时》 《最后一丝联衣》系列等 继1987年在台湾淡水创立琉璃工坊后 台湾琉璃艺术家张毅 杨慧珊夫妇 先后创办上海琉璃工坊和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 自2006年开馆以来 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用美轮美奂的展品 为中国琉璃艺术和世界玻璃艺术 构筑起交流平台